现在是6月中旬多伦多 这里是一个小花店 其实挺不小的 花挺多的 里头还有更大的 更多的花 朋友你好 我是时珍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今天咱们继续来逛这个小花店 这里一排都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我们叫它树根植物 英文叫它perineus 这些都是一家伦的盆子 原价9块9块9加圆 它会打折吗 会到胜的状态特别不好了 然后没人要的时候才打折 不划算 还是应该在它上架的时候 你看像长这么旺的时候来买 另外再提醒一下 你别看我说的热闹 还是要根据自家的条件 环境 植物搭配 生长 阳光日照 来选择花 那么我讲解呢 就是一是看看价钱 看它的状态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以前养过它们的经验 这里又看到这种熟悉的小白花 南芥菜 Rockcress 这是白色的品种 今年早些时候啊 春天早春的时候 做过一期视频 在一家邻居的花园里头 长得非常好 很漂亮 而且它可以 就是naturalize 它可以扎根 一年比一年多 这里还有粉色的品种 真漂亮 这个适合就是rock garden 石头花园 或者是你有一个斜坡啊 墙啊 挂在墙上 墙缝啊 然后在墙缝里长下来 很有意思 你看它这里的正在开花 其实这个花期啊 上一次我们视频里头放的那个是在树荫底下 阳光不太足 都能开很漂亮的小花 这个阳光要充足的话 它一个是花多 一个是花期也会更长 这里再分享一个小技巧 有朋友问说 我这个花种下去不活呀 一个建议就是把它种下去以后 拿一块石头 比如这么大的一块石头 压在它的根部 就是阳光 比如说阳光从我这边照过来吧 我在这个地方压一个 一个是给它根部遮阴 再一个是给它根部保湿 第一年都需要小心的呵护 第二年就可以拿点石头啊 压别的花去了 这个是枫林花 小枫林 枫林有很多种 这是比较矮小的 有点像groundcover地背植物一样 它的小兰花怎么样 很cute 实际上这个开出来 你仔细看 这上有很多花孤度 它可以开满开满的时候 这全是花 根本看不见叶子 这个也分享一个小技巧 在它开完第一波 第一波也就是七天左右 一个星期左右 开完以后呢 剪掉吧 花剪掉 整个植株剪掉三分之一 这样的话 它有机会开第二波花 虽然第二波花不如第一波多呀 但是可以看到更多的花 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好 看这是什么 玫瑰吗 不是 这个是石竹 也有人问过 这个石竹是不是就是康乃馨呢 康乃馨和石竹是一家子 是近亲 但是康乃馨呢 不耐寒 这个石竹呢 是纵舞的植物 可以安全在多伦多过冬 这个石竹开花特点 就是它不停的可以长新的花苞 你看大大小小的花苞 分期长 它知道掌握节奏 不停的开 但是为了让它开花更多呀 在它开完花以后 需要把它头剪掉 因为它会结很大的种子 不像有些花 你不剪掉它的花苞 它也没关系 不是花苞啊 是开完花 花败以后的头 这个石竹就特别的明显 另外呢 它也是喜欢阳光浮散 阳光月充足 就是暴晒 多伦多夏天还是挺热的 太阳即使不热的时候 晒起来也是阳光足极了 像今天白天可能只有十几度晒的受不了 看看这个也是开花的时候 开满花叫什么呀 这个叫Saxifrag 这是一个大类啊 下面有很多品种 这种呢 是比较低矮的品种 中文叫什么呢 叫胡耳草 看这老虎的耳朵多大啊 你看这图片上画的是粉色 是照片是粉色的啊 这个发白 就是说它刚开始 颜色最艳 那时候是粉色的 它有一晒时间长了 它慢慢的褪色了 还有一个品种啊 是通红 就是不是通红 是有点暗红 那个特别漂亮 然后那个暗红 会慢慢变成通红的 这种啊 它你看 这是半羊 我就发现它在全日照的情况下 容易受伤 长不好 长得很弱 需要一定的遮阴 而且你别看它这个叶子厚实 挺厚实的 它需要潮湿的土壤 保持潮湿 你要把它伺候好了 长得很漂亮 开满花以后 开满的时候漂亮极了 开满花也是漂亮极了 就是一层 很圆滑的一层 一个球 好了 这些低爱的小伙儿 今天就说这么多 天都黑了 欢迎全网搜索时针 加花名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